2010年是属于上海的 世博会将在中国这个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举行 上海想举办世博会的梦想 应该是很长时间 在上海人们即将迎来一次盛会 届时7000万人见证这场 即创新 娱乐性和新式建筑于一身的盛会 上海正大步迈向世界舞台 巴黎是19世纪的城市 纽约是20世纪的城市 上海将是21世纪的城市 整个城市都在被重新打造 焕然一新 全球最大的盛会即将打开门幕 世博会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 举办之初就已规模宏大 当时发明家 实业家和梦想家 在会上齐聚一堂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 水晶宫 埃弗尔铁塔 太空真塔 电视机 甚至灯泡 这些都是在世博会上揭开面上 与世人见面的 可是近年来 这项活动已经没有昔日那么风光了 参观者人数下降 它的全盛时期似乎已经结束 几现代奥运会之后 世博会经过大规模改革 重新成为世界的焦点 2002年 上海赢得2010世博会的主办权 消息一经发布 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此时一个人决定 要借此机会让世博会 恢复往日的荣耀 吴志强是上海世博会的总规划师 他计划要将本次世博会 举办成史无前例的 集科技 发明和建筑为一体的盛会 会职选定在市中心 黄浦江两岸 准备工作马上展开 世博会占地5.5平方公里 将设200多个国家馆 展示全世界最优秀的发明 生态科技及建筑成就 这场人类文明成果的盛大展览 将持续6个月 预计吸引7000万人次的游客前往 还有比上海更好的选择吗 它是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商业中心 全球经济的十字路口 上海是永远是中央和西方的 上海是永远是中央和未来的 上海是永远是中央和未来的 为确保本次世博会的成功 一批令人惊艳的建筑场馆 正在修建当中 中国馆世博轴 世博演绎中心 这些影响上海未来的伟大建筑 在世博园区内纷纷拔地而起 吴志强期望世博会的重要意义 将不仅仅局限在原区建设本身 每届世博会都有一个主题 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 非常適合时代的要求 本次世博会恰逢人类历史的转折 全球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达到33亿 世博会在此时提出反思城市发展 和城市生活的主题 无疑是选对了时机 吴志强是一位城市规划师 他认识到人类历史上 这一转折的意义 他认为上海世博会必须抓住时机 展现城市生活中美好的一面 为了发掘出最好的一面 吴志强先回顾起了 城市生活糟糕的过去 他从城市发展历史中了解到 人类若企图主宰自然 就必然遭受自然灾害的惩罚 不少城市获得发展的同时 也失去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吴志强看到了城市的衰退 和社会的疏离 他认为可以利用中国古代的和谐思想 在世博园区内建造一个 充满生气的城市样板 他给全世界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们 出了一个难题 他们准备用契合世博主题的建筑 来回应挑战 这些建筑足以令我们所有人的城市生活观发生改变 建设与历史文化遗迹协调一致 环保建筑实现与自然的和谐 城市空间让人们能够舒适的交往和共处 吴志强的计划正在实现之中 两万名建筑工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 正努力让世博理想变成现实 然而本次世博会最重要的一处场馆 却遇到了一个难题 上海世博会同时也是一场建筑盛会 世博会的规划者们 想通过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模式 他们希望告诉大家 美好的城市并不只拥有一些未来主义的新奇建筑 应该让城市环境与自身的历史遗产相核心 这是中国馆 主办方承诺的 具有传统中国特色的世博会 在它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中国馆设计方案名为东方之官 名副其实地具备东方韵位 其高度接近70米 是世博园区最高的建筑 也将会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场馆 中国馆钢结构工程师郑霜 让东方之官这一宏伟的设计成为了现实 开会的时间是已经定好了 向全世界宣布的 是不能改变的 那么我们的责任 就是要把这个意向把它变为现实 传统的斗拱结构 被运用到了东方之官的建造中 边角处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 可以为建筑带来与众不同的轮廓 但斗拱技术以前并没有被这样大规模地运用过 军力给了我们这个任务呢 当时呢都不敢想象 东方之官颠覆了原有的建筑工艺理念 建造者必须先从最尖最狭窄的部位造起 这是整个结构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 东方之官道调的形状 使施工人员不得不以几乎倒转的方式 完成钢铁的组装 越造越高 这座建筑的特殊形状所带来的困难 还不仅仅只是心理上的 它引起了上海同济大学 另一位专家的深切关注 卢文胜教授是建筑结构抗震实验方面的专家 经他测试的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在关键位置设计了感应器 能够逼真的演示这座大厦对地震力的反应 当卢教授带领了团队看到东方之官的设计之后 决定对其进行比试博园内 其他建筑更为严格的测试 中国馆有非常奇特的外形 它的顶部比较大 所以它的质量集中在顶部和结构的外围 卢教授的团队花了五天时间 让中国馆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地震测试 设计者们都摒激一带 模型很轻松地经受住了地震引发的横向力的震撼 但当吴教授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检查时 他的担忧被证实了 外身的屋顶已经被扭曲 被科学家们称为扭力的力量冲击 让混凝土粮产生了裂缝 建筑的核心结构上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补救 就像汽车需要缓冲装置一样 在适当的位置 建筑物也同样需要可弯曲和断裂的空间 卢教授的解决方法 是为中国馆装上一种新型的钢节点 这种韧性钢构建 在弯曲的时候 不会破坏混凝土芯的最重要部分 后续实验进一步证明了 卢教授的方法是可行的 东方之官也因此确保了安全 在市部会的施工现场 钢结构负责人郑霜 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完成了两万两千吨钢铁的艰难吊装任务 让这座建筑物具备了足够的抗震能力 郑霜现在只需要再修建一个部分 东方之官就建好了 现在东面已经封完了 现在南面我们看到南面也封完了 北边还剩一片 它今天就是最次明天上午十点 就是北边完成 对这位钢铁巨人而言 这项工作已经接近人生 压力呢一直是很重的 那我们呢会咬紧牙关 那不放松 要拼到最后 钢结构已经组装完毕 但国家馆想要闪亮现身是不会 还得再做些装饰 要体现中国特色 最适合的装饰色 当然是红色 宋建明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教授 他第一次看到东方之官的颜色设计的时候 就知道要实现它 并不想看上去那么简单 那么国际上面比较少 国际上有桥梁 有一些中等中小型建筑是用红颜色的 但是不太多 奇怪的是 无论选择多么大胆的红色调 运用到模型上 却都显得没有生机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奇怪的现象产生了 那么如何在这么大的建筑体量上 克服这个视觉残像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否则就是人看完这个建筑 眼睛都发着那个绿斑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上海市部会最重要的场馆 能否获得成功呢 悬念仍然存在 宋建明知道这种现象 是由于人眼对色彩的正常反应导致的 视网膜上的视椎细胞 只吸收红色的光线 如果人眼注视红色的物体太长时间 这些细胞就会暂时麻木而停止反应 而周围吸收绿色光线的细胞 此时仍然敏感 它们会发出强烈的信号 表现出来的就是 人会莫名其妙地看到绿色 宋建明发现了一种 掩饰此现象的简单方法 对着屏幕中央的十字架凝视二十秒 当眼睛看到的颜色达到饱和时 闪光的圆圈就会变成纯绿色 而光圈则会消失 宋建明很困惑 为什么中国最著名的建筑 紫禁城也是鲜红色的 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研究完这座地标建筑的图片后 他终于找到了答案 我们发现故宫之所以色彩 那么那样的平和 是由于是由一群一组红颜色组成的 这个红颜色不同的强度 不同的艳度 不同的明度 不同的色相 进行有机的整合 所以使得它这个建筑 看起来像一个红颜色 这个可能要量少一点 当这些不同的红色混合到了一起 就形成了宋建明所称的完美红色 宋建明通过借鉴故宫的模板 想出了一个方法 可以同时解决东方之观 在上色方面的两个难题 他选择了七种不同的红色 令国家馆的颜色 从平面变得立体起来 由于这些红色的波长不同 人眼注视后 视椎细胞不会轻易变得疲劳 绿色的幻影就不会出现 今天是宋建明的计划 真正付出实践的日子 第一批中国红正式化妆 施工现场的气氛很热闹 宋建明相信 他设计的红板 会成为东方之观上的耀眼老师 今天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 这是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色彩研究 终于有这个机会 做成这样一个工程 我非常高兴 近50万人从这里进入士博园区 游客可通过别区一格的四层 带顶棚通道 前往园区各主要场馆 这样独特的建设项目 需要一支真正的国际团队来完成 他们包括德国建筑团队设计师 比安卡 结构工程师杨·尼佩尔斯 和士博轴中方设计师黄秋平 士博轴展现了如何创造建筑 使其达到与人的和谐 自然通风的特点 和摩结构遮阳顶棚的运用 使人们在上海的炎炎夏季 有了凉爽开阔的好去处 士博轴同样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 六个阳光谷巨型玻璃漏斗 可为地层结构提供自然光线 遇到下雨天 还可以收集和储存雨水 不过在开始施工前 设计团队必须证明这个设计 将来可以经受住最严护条件的考验 测试开始了 黄秋平的团队做了一个磨结构的模型 如果强风或人为破坏 致使电缆折断导向 整座建筑会因此被压垮吗 这个是因为我们是需要 对士博轴要进行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如果因为试验和计算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差距的 通过切断一根电缆 他们证实了士博轴是可以经受住强大的外力 有足够的张力被转移 整座结构毫发无伤 接下来工程师们决定让模型经受最大限度的考验 他们连续切断了18根电缆 模型依然完好无所 很快18个月过去了 工程进展迅速 黄秋平正在施工现场检查 这些由玻璃和钢结构组成的漏斗 是士博园的环保特点之一 采光和通风的耗能都相当低 但即使有国际团队的合作 士博轴的建造难度还是相当大 幸运的是 在这方面大家尚有先例可以参考 那便是由巴克敏斯特·富勒设计的 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士博会建筑之一 1967年蒙特利尔士博会的美国馆 我理解了 你不能处理两个角落的层面 你不能处理这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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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处理这块码 和蒙特利尔美国馆一样 阳光谷的曲形表面 也是由上百个几何形状的平面拼出来的 阳光谷遵循的是 富勒圆球建筑的基本数学规律 但这些花形漏斗建造起来难度还要更大 形状没有重复 意味着每个阳光谷的钢架结合角度也不相同 也就是说 立体钢架上的12650处节点 每一个都是与众不同的 它们就是在这里 由工程师周开林带领制作出来 每一个节点 它的尺寸不一样 它的内部所用的材料不一样 它的形状不一样 它的各种各样的角度都不一样 所以它每一个通通都是不同的 对我们来说就是等于是 完全是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的孩子 施工之前要先建立计算机模型 算出每处节点准确的三维数据 每个节点都被切割成不同的大小 并标上续号 然后在弯曲成需要的严格角度 并且排列成要求的形状 便于精确的拼接 试博轴的木墙拼接技术 之前并没有人运用过 周开林得完全靠自己摸索 在这个技术上 我发明了整个工艺 全世界没有过的工艺 我发明了机器 按照这个工艺所需要的机器 周开林专门设计了一种机器 保证做出来的节点 最大误差不超过0.02毫米 任何一个节点的规格 只要稍微出现错误 就会使整个阳光谷结构丧失稳定性 在这个房间里 每个节点的精确度都是有保证的 在周开林交付出去前 所有节点的规格都经过了激光检验 整个过程的感觉就像是乘坐过山车 回过头看那些达不到设计标准的节点 周开林又想起了制作过程中的艰辛 看了这些东西 我真的想哭 一年多 差不多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不是一个人 失败的通常多次 很大很多的压力 往往到了顶不住了 经常就快到顶不住的时候 又重新坚持过来 很多人不是我一个人 也不知道 坐着 就怪着 看到建好的士博轴坐落在园区里 整个团队如今最大的感受就是自豪 我为上海今后有四部轴 这么一个建筑物 可以供大家一起来聚会 我感到非常非常自豪 我觉得包括我的儿子 包括我儿子的儿子都会感到非常自豪 因为我参与了 站在士博园区的黄秋平 同样为他们所取得的长久而自豪 从他的规模 也就是从阳光谷的规模 从杂拉姆的这样一个规模来说 我觉得完全可以称之上是一个建筑器官 有这种感受的不止他一个人 杨尼佩尔斯也在欣赏自己辛苦数年得来的成就 我自身上是一个奇妙的 因为我非常感激 我感到的感受到第一次看到了 世博园的建筑奇迹 并不仅仅存在于他的入口 整个上海都因为世博会 而变得焕然一新起来 改变就从世界著名的外滩开始 世博会对上海来说 不仅仅是一次盛会 整个上海都在贯彻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主题 对于这个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 这是一个契机 使人们重新思考 并明确未来上海以人为本的发展 上海首先对交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这一切从上海标志性的外滩开始主持 外滩的建设始于上世纪20年代 上海经济发展高峰时期 正是外滩使当时的上海 逐渐成为局势瞩目的商业贸易中心 为了迎接世博会 外滩也需要带头换面一般 不久之前 外滩有11个车道 现在已经发生了改变 隧道工程师季强 将负责把外滩归还给人民 把车流转至地下 听起来很简单 其实不然 黄土江与著名的旧式建筑之间 只隔了45米远 外滩的地下空间 因为还有其他隧道和基础设施存在 本身已经很拥挤了 从之前地面的交通流量来看 需要建造的外滩通道宽度 恐怕会超出上海以往的记录 工程难度相当大 可以说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见缝插针 设计好的通道和这些百年老建筑的距离不足两米 挖掘过程很有可能对这些建筑造成损害 其中危险最大的就是上海大厦 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外公以前也是个地基设计工程师 他参与设计了上海大厦 这些很多的一些地基的设计 记强知道 他祖父在外滩工作那会儿 地基要比现在的建筑钱很多 上海大厦的地基就只有十米深 挖掘工作会导致通道周围的泥土变得松散 这样损害建筑的可能性就相当大 他们不能冒这个险 他们暂停了施工 首先加固技强祖父所建的地基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 在世界上最高的高原 大阳深处 冒失中心 工程团队 运用最尖端的科技 最新颖的材料 最庞大的机械 克服台风 地震 冻土的威胁 打造21世纪 中国的现代奇迹 把风收刻在石头上 把生活流传在纸上 把故事讲述在洞窟中 把时代描绘在色彩间 把奔跑的姿态定在画阁里 把微笑投射在光影下 记录将瞬间永恒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 老建筑打入了新的地桩 为地基提供额外的支持 通道施工重新开始 与历史建筑相隔近两米的位置 被顺利打通 挖掘工作正在进行 一旦外滩通道的工程结束 随之而来的 是为应接试博会进行的交通变革 上海将会新增300公里的地铁线路 将有四条地铁线通往士博园区 届时每小时将会有2万人 通过新的渡口过江 世上行驶速度最快的火车的 覆盖范围正在扩大 世界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即将建厂开放 方便外地游客前往士博园区 然而无论这些工程有多成功 看一眼上海的街道就会知道 建设环保城市对上海来说 仍是不小的挑战 汽车和污染总是密不可分 多亏了士博 这一点即将得到改变 在这个保密的工作地点 人们正在努力采取措施 让烟气污染成为过去 故事要从地面以上 160公里的高空说起 国际空间站的电力系统需要能源 于是太空科学家发明了一种 叫氢燃料电池的东西 氢燃料电池的发电原理和电池相似 电是通过两极之间的化学反应 产生电流 氢燃料电池同时包含氢和氧 在薄催化剂的帮助下 氢原子分离产生电流 这个过程造成的唯一副产品就是水 清洁到可以直接饮用 不过把氢燃料电池 从航天领域转移到地面领域的种种尝试 却并没获得太大的成功 直到现在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王哲教授对此很有信心 那么这项技术将会对世界 大家共同面对的能源和环保的问题 给出一个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 第一步是要打造出足以为汽车提供动力的氢燃料电池原型 灯泡首次面试是在1893年的芝加哥市部会 电视则是在1939年的纽约市部会 王哲希望能在2010年上海市部会上向大众推出氢燃料电池 他很清楚本次市部会一旦召开 世人希望看到的肯定是一项可以推广运用的技术 这项太空时代的创新就藏在这辆车的车盖底下 现代燃料电池技术早在1959年就开始发展 可是一直以来都无法有效运用在汽车行业上 无法带动汽车进行长距离的高速行驶 实验室做了好几个月的研究 来增加电池样品的效能 加大燃料罐的容积 使汽车能跑更远的距离 今天这部汽车将接受关键的考验 看它能否坚持行驶两小时 并且最高时速达到100公里 这些车子在试博会使用之前 那么一定要经过这些测试 汽车以低速开了一小时 接下来见真功夫的时刻到了 王哲要求司机开始踩油门 时速加大到目标速度100公里 并成功保持了10分钟 王哲很满意 今天的关键测试顺利结束 接下来就是有趣的部分了 他要看看这些汽车 在测试跑道上的表现如何 他希望这项技术 能在2010年的试博会 永载轻视 作为绿色革命的一部分 试博会主办方敦促建筑师 打造出与自然相和谐的建筑 建筑师们正在接受挑战 是不会体现了人们对城市的革命性思考 改变就从这里开始 从法国馆就能看出来 亚克费里伊希望他设计的国家馆 能永久改变人们建设城市的方法 他仿效了最著名的试博会建筑 埃菲尔铁塔的设计 由于是分开建好后拼成的 法国馆既可以作为永久建筑保留 又能回收软移 最重要的是他能将大自然 带到上海这座现代都市的中心 法国馆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垂直花园 从屋顶到地板 四面都设置了植物墙 但是费里伊的计划遇到了绊脚石 因为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 最早建成的垂直花园 死了不少植物 这些自然造化的奇迹 需要人类的悉心关照 费里伊为植物墙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灌溉系统 这套系统运用了一种名为水灾法的技术 藏在植物墙里的管道 会将营养液输送给每一株植物 管道上面设了阀门 可以调节输送 植物从头到脚各个位置 都能持续不断地吸收到 生长所需的营养 费里伊的水灾系统 需要先进行六个月的使用 今天他要仔细检查一下系统的运行 他的解决方法看来凑效 新场馆纷纷建成 史上最大的世博会即将拉开帷幕 本次世博会预计参观者总数将达七千万 主办方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满意 他们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方法 来达成这个期望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旨 就是向世界展示建造理想城市的方法 这一点确实有人做到 沈迪是上海世博园的总建筑师 他的任务就是确保世博园内 所有场馆都能很好地服务于前来参观的人群 所以我们关注的是以人的角度 人的尺度来进行整个园区 包括建筑 包括公共空间的一个这样规划 这确实是一项挑战 不过沈迪自由解决的办法 世博园有一套按比例制作的精致模型 这个模型随时在更新 沈迪每个星期都会认真地检查模型是否更新 所以就我们来看 我们的规划 我们的设计 每个细节上都必须敬业求精 沈迪想出了很好的办法 来达到这种完美的境界 世博园的所有建筑都做了微缩模型 更妙地还在后头 通过一个特殊装置 沈迪甚至可以在建成之前 事先像游客一样对园区进行参观 小型吊臂摄像机会被放低 近距离拍摄模型 这样沈迪就能从各个角度 对建筑物进行审视 判断它们的外观 方向和位置 今天他要检查的 是世博园C区的法国馆和瑞士馆 通过这些检查 保证所有细节的正确性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主要测试的是 西片区的欧洲馆区 因为我们估计这一区域 可能是人流最集中的 所以它对公共空间的要求比较高 对设施配套的要求也比较高 C区的测试开始了 如果不满意 沈迪有权 要求设计师重新设计 否则的话就感觉不太真实 也发现不了问题 好的 所以 可能这个建筑的门大门还得开开 通过今天对C区的模拟考察 沈迪相信法国馆和瑞士馆的设计都没有问题 几个月以前 沈迪关注的还是模型的另一片区域 因为整个园区最受瞩目的建筑之一遇到了问题 世博演艺中心 于2007年10月铺土东宫 它是世博会的核心建筑 夜间演出和大型活动都将在这里举行 可以说是世博会的娱乐中心 演艺中心选择在一处临近江边的位置建造 施工已经开始 可是世博会官方改变了原计划 他们要求将演艺中心的容纳人数 扩大到一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比之前预定的四倍还多 问题是 规划给演艺中心的土地不可能再变大 相邻的两座场馆已经开始施工 黄浦江也限定了演艺中心的边界 沈迪立即开始想办法解决困难 他希望可以增加演艺中心的高度 在不破坏世博源视觉效果的前提下 增加观众容量 原来的规划高度要求它在三十米以下 所以我们通过模型测试以后 我们觉得可以给它增加到三十五米 虽然只是提高五米 对演艺中心总设计师汪孝安来说 他已经是在极限下进行操作了 那么应该说 基地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的演艺场馆来说 还是显得比较小 汪孝安想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既然不能再往上增加高度 那能不能向外扩展呢 汪孝安设计出了世上最大规模的悬条结构 外号飞碟应运而生 在地面上演艺中心已经达到了可用土地的最大化 但是在空中悬条的钢结构增加了几百平方米的容量 现场总指挥陈建秋立即开始行动 最大的担心就是修改量不能太大 时间因为你停工了嘛 时间在过 任务没上去 所以说这是对我们的压力是越来越大 时间又过去了五个月 施工人员越来越紧张 汪孝安的设计遇到了麻烦 史无前例的超大悬条结构 需要支撑住七千名观众的重量 然而悬条的部分本身已重达数百吨 通常对该结构的加固是很简单的 只要在整个建筑中间架起一条巨大的承托横梁就行了 但在这个建筑上却很难实现 观众的视野不能被阻断 加固用的巨型钢铁结构 只能安装在建筑的边缘位置 这些额外加固所用的钢材 从原先的一万六千吨增加到了三万三千吨 翻了一倍还多 制造 运输和焊接这些钢材又需要时间 还要等钢材 这样对我的加工计划也影响了 加工计划往后一移 那么我吊上了几瓦当然往后一移 但陈建秋已渐渐将进度赶了上岸 为解决问题 他安装了钢材 使其足够坚固 来支撑巨大的悬梁 同时又足够轻 保证不需要增加更多的吊梁 为了进一步减轻重量 演艺中心的屋顶采用了铝制的材料 竣工尽在咫尺 汪孝安看到的不只是世博园 更看到了上海的未来 直播会之后 我相信这个地区是一个城市新的 活力的增长点 上海向全世界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发出了挑战 希望他们能在2010年世博会上 为上海的未来发展规划出美好的蓝图 我们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辛勤的工作 就是为了这184天 还保证这184天 能够顺利地度过 能够给全世界人民 看到一个完美的世博会 全世界最有想法的人们 通过颇具挑战的建筑实践 引领未来城市发展的成功模式 不久 全世界最伟大的盛世 即将拉开帷幕 一幅光明而美好的远景 逐渐融入上海这座城市之中 而上海也希望借此契机 激发全球的想象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 将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它全长1142公里 途经十条隧道 675座桥梁 为了修建它 工人们克服了永久的洞土 极端的严寒 极度的缺氧 频发的地震 它不是最长的铁路 但毫无疑问 是修建难度最大的 它是青藏铁路 今天的资格法 能够好技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